好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點開 中心未來埋便透出 見到的就起見備 最後百多米乳龍共母耳機的中檔透出 大家好 5月17日沙田賽日 會跑11場的遊戲 用C加三欄 預計是比較利前置的偏差 首先和大家看看 最低分的組 5班2200米 評分是0分至40分 這組馬很特別 連後備馬也好 19隻馬只有2隻馬 不是減2分或以上 可能會爆到7彩 步速方面 是正常 偏慢 因為看不到有什麼特別的快馬 首先講講1號馬 軍林大地 現在在賀良馬房 現在是39分 剛剛在田草1800米那場 就大敗 都解釋不到為什麼 但你看到他之前在場1600米 甚至1800米都跑得很好 上場的賽職 我覺得可以抹掉他 其實評分肯定有優勢 而且血統上 2200米 2200米 2400米可能會更加好 我覺得始終這隻馬 沒有減分 可以給他一次機會 次選 第三選 就這樣 黃套 39分的馬 葉塞 馬房 減2分 下了5班 開始越來越近 這隻馬 其實是 他來香港之前 贏了一場 很遠 長途賽 馬不夠氣量 他贏了很遠 但這隻馬來到香港之後 一直都未適應 是近兩場跑得好一點 4月19日之後 看到他的操練 都加強了少少 但他最近 C4閘 不肯走 騎下去 所以我是有少少擔心 我覺得 如果這隻馬 能夠跑出水準 可以入三重彩 但是 我認為是一隻 軟的配角 九搖晉升 37分 Glass Harmonium 的仔 暫時 暫時 在香港沒有同副馬 這隻馬 下來了五班 上次跑了一場 谷草的1800米 他有少少追勢 但魚勢 不算很強 他要進步才行 始終三歲仔跑2200米 是難的 魚目春風 36分 鄭俊偉馬房 今季這隻馬 近幾場 都看到有追勢 其實他神科 看到他的狀態 是很好的 試襲是有追勢 血統方面 這隻馬 在香港之前 贏1千 4米 之後跑了一些 吸濟賽 表列賽 都沒有什麼表現 當時有綁利 來到香港之後 沒有綁利 但見到他神科 真是符合 血統方面 下線 是CAMMAMBLE 1800 連他父親 Franco 這樣計算 2000 應該沒問題 純粹跑個符合 有權 可以爭取第四名 進協精英 35分 上次跑場2200 放出來跑 無以為計 但其實他的狀態 在季初的時候 都已經跑起了 一落五班 其實他就 密密做功夫 但感覺上 好像泥底好少少 血統上 就不是一隻那麼長的馬 而他下線 是Alfstrom 奧飛星蟲 通常都是16800 最多最多到2000 見到他跑谷草 能夠跑得近 純粹是賺了個前置偏差 除非這次他放得很慢 如果不是 應該挺難的 金銅 35分 雖然下去 贏馬評分 但贏完馬之後 跑了一場第三 連續跑了四場 都完全沒有威脅 感覺上 評分是有優勢 但跑不回最好最好的時候 的水準 因為近況比較差 所以我想他在這組裡 很難起作用 除了在YouTube 分享賽事 拆局分析之外 我也有在以下不同的社交媒體 和大家做互動 如果大家想 聊一下馬仔 和知道馬圈最新的資訊 記得去Facebook 找一下馬紀仙 賽馬心得分享 及交流區 再到一場 去 衛線最落 這隻馬 貴內只跑了四場 在貴初十一月的時候 跑了一場千八米田草 那場跑第三 是追得不錯的 之後在貴內 少休過兩三個月 之後再重新做功夫 他跑了一場千四米嚴短 當然大敗 但上場跑了一場千六米 是追得很好的 雖然大外檔 十四檔 但看到他追下去的勢頭 是很好 我覺得維善墜落在這組可以有冷門的三紅彩腳機會 馬嬌熊已經34分了 來到香港跑了幾次都沒得過 在血統方面Holy Roman Emperor 下線幣Great Journey 通常這些都是長一點濕一點地會比較適合 不知道星期日會不會下雨 如果星期日下雨可能會比較好 但我感覺上這隻馬未必是這麼長的馬 我認為只有九百多磅的馬 很難去信任 始終國際拍馬會的新馬 五班為主 很多都是出局的 這些馬我真的選不下 有盈利 轉去大摩馬房 跑了三次 前一仗的田草千八米 追得近一點 但完全沒有威脅 上場跑谷草十三倍 仍然沒有什麼硬正飛 看到也沒有什麼威脅 四歲仔 除非下雨很大 如果不是 我想他真的很難在這組裡 能夠發揮作用 是很難的 賞心星季內贏過馬 28分贏馬 現在是32分 比起季初評分仍然是低 前仗跑谷草2200米 跑過第五名 贏馬那場當然是厲害 那個姿態是很好的 但是他之後回復 也不覺得是很特別的進步 他在這組裡 我覺得 除非他突然跑得回 之前的很好的水準 如果不是 即是第四選已經被捉他了 他下線敗望足 當然是2200米 沒問題 就是 得二 28分 現在還低於當時贏馬 鬼內贏馬 63倍爆大冷 之後連續幾場都跑得不錯 其實 看到Pulpit 下線 自己附是reduce choice 濕地 特別厲害的馬 長途馬 應該是去到1800米 2200米 不敢說 評分肯定有優勢 但是 如果你說頭三選 我真的怎樣都選不到他 你說如果你投注四榮彩 勉強扔一票 威紫荊 已經減5分 1月1號至今 已經隔了4個多月 但是減5分的馬 一隻完全未接近 跑四次已經下班的馬 45分 然後暑假可以減8分 我想大家都心裡有數 這隻是一隻什麼馬 我想需要時間再適應一下 但是只剩下6分的空間 不知道他多輸兩次 明年還在嗎 競進飛鷹 季內都跑了10場 贏過一次 一個批 上場 回到來 他輸 一條頸位 其實那個賽職是厲害的 為什麼呢 看回他的賽職 上一場 競進飛鷹在2200米 輸給活力得勝 和天賦威力 而兩隻馬之後 再出都能夠贏馬 如果沒有記錯 是兩個贏 一個批 一個第四 這條頸位非常信得 至聰明 跑了14次都沒得過的馬 沒近過 但是他是前一場 跑過第九名 輸四個馬位 但那場馬是非常慢時間 非常慢步速 如果他能夠入到前四名 我會幾驚訝 後備馬 神馬威揚 28分 轉了馬房之後 曾經在2200米 跑過第二名 前一場 在谷草1650米 也跑過第四 其實 誰都知道他會在前面走 也能夠控制步速 越長越好的馬 1800 其實2200也沒問題 泥地更加對 好大步的軍速馬 近方非常之好 試襲非常之好走勢 大家去看看這貨襲 他就是排過一檔起步 一起步的時候 他只是貼著內欄 很輕鬆地跑出來 守住在四五位左右 內欄 當然不夠快 他是一隻長途馬 在彎位 他開始上法力了 鬆著鬆著 讓他走 當然前面那隻馬 已經掉了七個馬位 但是他很輕鬆地追上去 越迫越近 進到直路之後 看到四百米的短柱 看到他在二三疊位置上 輕輕鬆鬆地 越撲越近 越追越近 但是他按住上來 其他馬都要騎 看到外面就是輝王心 但是記住 這隻馬是中距離馬 很難得有這種走勢 見到他 預勢不算頑 所以我覺得 如果保得出來 這隻會是冷門的Winplay對象 最開心的副是Master Craftman 貴內式贏馬 二千二百位 近而沒什麼威脅 第六名都輸五個幾馬位 近方 不算是特別好的 看完這組馬 暫時不能夠去選一隻神馬飛揚 因為不知道他能不能夠補出 在現階段 我想我只能夠選這四隻馬 首先我會選擇競進飛鷹 競進會的馬 通常都會鬥志先鳴 而且剛剛上場跑第二的form line 是很厲害的 全組唯一加分的馬 我覺得應該做膽 除非突然間又走樣 軍臨大地 增程我覺得會適合 但只是限於一位 這隻馬比較被動 衛線墜落 貴內跑得少 狀態跑起了 而且這隻馬 以前跑得好的時候 不用留到好後 所以這次看牌檔如何 如果牌回到內檔 四檔以內 我想可能會找他行頭 搏冷 上心星 在這組裡 沒有什麼其他馬好選 唯有選上心星 純粹因為他有長度賽職 近方不差 其他馬都真的很難選得下手 早安 早安 終於排位了 今期沒有選錯了 最低分的那組 真的是 頭場賽事 而看了排位之後 見到維善聚落 就配了周俊樂 我想這隻馬應該會扯點票 但這隻馬真的是合適的 真的真的來了 全組馬 看完排位 看完配搭之後 我覺得反而是衛線最耐 最值得搏 因為那隻軍林大地 就放在一檔 我怕他跟前了會影響發揮 影響氣量 這隻馬要留著一點點跑 但一檔我怕他跟得太前 但如果他能夠收到七八位 他應該是為字馬 旺兔 跌下位都是四龍彩 柔一票 余目春風也是 四龍彩 一票 進業精英 人藥 金銅 之前也說過 狀態真的沒有之前那麼好 上深星就用到莫雷拉 你不能不拖 得意 用到何宅堯 你又不能不拖回四龍彩 但這些馬全部都是四龍彩腳 競進飛鷹 上場的賽式是漂亮的 這場馬是不能不選擇的 看完那個排位 看完那個配搭之後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轉變 都好像是要選擇那幾隻為主 但是馬膽方面 我就會變一變 排位之後我就會選擇 七號馬 維善最落行頭 雖然用周進落 初跑大長度 但感覺上這隻馬真是適合 減完十磅真是好處 今場馬很多隻馬都在減兩分 你不能介意他減兩分 第一 應該可能會爆到七彩 葉楚行兩隻馬 黃桃 和德爾也要拖腳 如木春風 進協精英 近況都不頑皮 你不能不拖回四龍彩腳 但我覺得 最基本範圍 勁進飛鷹 軍臨大地 兩隻沒有減分的馬 一定要選擇 賞心星 我真的勉強 扭回四龍彩 而維善最落 排完位之後 雖然排十一檔 但是減十磅真是太好處 我會選擇 1713為主 軍臨大地 維善最落 領進飛鷹 這三隻 而WINPay 希望維善最落 有分六倍以上 可以玩一下 頭場賽事 不知偏差 不知線路 雖然用私家三難 但是第一場 就是跑五班 2200米 數據不多 我建議大家輕手一點 大家贏多一點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這條片 請記得按個讚 以及訂閱支持一下 voilà